嗨,我是雨娟,欢迎来到我的声音日记,一杯咖啡的时间。 今天呢,我想来聊一聊限制型思维。 其实回想起来,我一直觉得当时我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学的是心理咨询, 但是那段经历其实对我现在做教练这个行业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就比如其实即使现在我在做教练的过程中, 我还是会用到当时在心理咨询领域的一个流派,一个方法叫做CBT,认知行为疗法。 那CBT简单来说呢,它的一个核心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情绪困扰或者我们的行为困扰, 并不是单纯的是情绪问题,还是说我们的行为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要去解决我这个情绪来了,我怎么把它压制下去, 或者说这个人有这样的奇怪的行为,我怎么让他不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我们要去探索说他其实是因为一个可能限制性或者负面的想法, 导致他有了这样的一些情绪跟行为。 而且对他来说其实这一切都是合理的, 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听从了或者说认可这个局限性的思维, 导致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样来讲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消除一些比如说负面情绪, 或者说解决一些我们行为上的困扰, 那我们要着手的点是要去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在限制着我们, 什么样的思维其实是不合理的, 我们怎么样把它用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思维去替换掉。 那即使是现在我做很多跟优势相关的咨询,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大家的困扰并不是说我真的不了解我有什么优势, 或者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优势。 那很多时候在我们咨询的过程中我发现反而是我们对于自身的这些优势呢, 有着一些限制性思维。 比如说我最近其实经常遇到的一类关于优势的限制性思维, 就是很多人会告诉我说我的这些优势都太软技能了, 就是好像用不起来, 比如说倾听者啊,比如说有感恩的心,有同情心, 这些好像并不是什么硬技能, 我没有办法拿它来找工作, 我没有办法拿它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我觉得这些优势都是很没用的,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限制性思维了, 因为其实每一个优势它都是平等的, 它们并没有好坏或者说高低之分, 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优势用到它最合适最好的一个状态的话, 它一定都能发挥出一样大的能量, 一定能帮助这个人取得一样大的成就, 就好像我现在眼前刚好把这一盒水彩的颜料, 我觉得这些优势其实就像是这一盒水彩颜料里面的不同的颜色一样, 你不能说这个红色比这个蓝色要高级还是要好, 它们其实没有办法比它就是不同的颜色而已, 那假设说我现在对一个颜色有偏见, 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颜色, 那我就会避免去使用它, 那我就永远都不会知道当它跟其他颜色做组合的时候, 会呈现出怎样的美, 那同样的放回到优势上面来说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非常不同的优势组合, 如果我们给这些优势合适它发展的条件, 我们都是可以把它运用起来, 然后达成我们自己最想要的那些结果的, 但是一旦我们对了某些优势有了一些偏见, 或者觉得说它是一个软弱的优势, 它是一个不好的优势, 我们选择不去用它的话, 那当然它是没有办法发挥出它的价值的, 所以除了这些跟具体的优势相关的一些局限型思维之外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限制型思维, 那虽然说这些思维它们可能是不好的, 是局限了我们的, 或者说是不健康的, 但是它们的存在其实都是合理的, 一定是我们过往的经历, 逐渐地让我们开始相信了这些思维, 相信了说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 才能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一些我们给自己越来越坚固的一些思维模式, 那如果我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这些限制型思维呢, 我们就会按照它们的这些想法去行动, 然后呢我们得到了反馈, 又会进一步强化这个思维, 就会让它们变得越来越牢固, 我们也会对它们越来越深信不疑, 那再举一个最近跟客户聊到的例子吧, 那当时呢我们聊到就是说, 它觉得自己需要去追求这些所谓的升职加薪, 去追求一些世俗方面所谓的成功的一些标准, 那我就问它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你重要呢, 它就说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得到外界的认可, 这样才能证明我是有价值的, 那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句话又说给了它听, 就是我们去探索一下到底这句话是这样的吗, 是准确的吗, 是合理的吗, 那当它自己重新听了自己的这句话, 之后它就意识到, 那其实这个并不是它想要的一个状态, 它理想的是说, 我其实希望我可以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 然后我投入一定的精力, 做出一定的成就, 这样别人才能看到, 别人才会开始给我们认可, 所以对比这两句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当我们相信说, 我需要得到认可才能体现价值, 那自然你就会去做很多很多, 即使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而单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 所以这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被动, 因为被认可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你不管做了多少事情, 你都要期待, 别人有可能认可你有可能不认可你,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 但是一旦当我们把这个思维转换成说, 我现在可以主动的去寻找我自己热爱的事情, 我把它做到最好, 那这样别人就会给我认可了,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维, 按照这个信念去行动的话,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主动的过程, 我可以决定去寻找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可以决定我喜欢什么, 我想做什么, 把它做出什么样的结果, 得到什么样的成就, 然后别人的认可就会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识别自己的限制性思维, 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它可能就完全不再存在了, 但是呢, 那个难的点是在于, 我们怎么样去识别这个, 这些我们已经相信了这么多年的这些思维, 那讲到这个呢,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接触了教练技巧之后, 这么的热爱, 或者是觉得这个东西这么的棒,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从自己的角度去帮助自己, 识别出我自己的一个限制性思维, 因为毕竟我相信了它这么多年, 我所有的行为, 我所有的经历都是在巩固这条思维, 让我相信它是真的, 那我怎么可能轻易地就发现, 这是一个不对或者不健康不合理的思维呢, 那这时候教练做的事情, 就是当他们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 探索的过程中, 他可能会意识到, 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 而不是说以他的角度来告诉我, 我的这个不对, 只是说他以一个客观角度, 让我能够反馈给我, 让我知道说, 这个思维好像的确有点怪, 它好像的确局限了我, 让我卡在了这里, 变得好像没有办法前进,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探索, 那这个思维如果并不合理的话, 我们怎么样把它替换一下, 或者说有没有更合理的方式, 或者更理想的方式去应对它呢, 所以比如回到刚刚那个, 需要得到认可才能体现价值的, 这个限制性思维的这位客户呢, 他其实是因为非常非常擅长, 自我觉察, 然后非常强的反思能力, 平常会做很多的复盘工作, 去了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呢, 在我们聊了二十多分钟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非常底层的限制性思维, 他甚至已经扩散到了他的人际关系, 他的工作中, 开始对他产生了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 所以他现在才会觉得非常的被困住, 但是只有在我们聊的过程中, 他才忽然意识到, 原来这个思维在限制着他, 他感觉好像自己有什么地方瞬间就打通了, 瞬间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的困扰, 这么的卡住, 但是他自己也说到, 其实他做了这么多的自我反思,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底层思维在衍生出来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思维在影响着他, 所以呢, 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一个客观的角度, 然后不带偏见的去听我们说了什么, 听我们的这些想法, 我们的这些思维, 然后从中能够帮我们捕捉到, 或者说通过更深度的问题, 让我们自己意识到, 原来我是有这样的想法, 原来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我才做的, 那这种角度其实是我们作为个人是很难达到的, 就即使像我们现在在做教练的这些人呢,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教练, 我们在感到困住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对自己进行coaching,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 所以我也会直接去找其他的coach帮助我, 可以更好地帮我看到我卡在哪里了, 我到底现在这个脑子里一团糟的这个事情, 到底其实是什么样子的, 能不能帮我把它理得更清晰一点, 或者是我们再去想到更多接下来的可能性, 跟可以行动的方向, 所以呢, 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平常的一些自我反思跟探索, 发现自己意识到觉察到自己的一些限制性思维, 并且去做一些改变, 那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每时每刻都这么地有觉察力, 或者说有一些深层东西, 因为我们已经非常百分百地相信了它很多年, 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 那这时候呢一个好的教练就会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帮我们反射出来, 原来我们比较深层的一些限制我们的思维是什么, 原来我们卡在什么样的地方, 或者说原来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们做到了什么, 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等等, 这些都是通过教练是可以帮助我们发掘的, 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体验过coaching, 然后对这个行业有一点好奇的话呢, 我是非常建议至少去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 找到一位你认可的, 你觉得好的, 你觉得适合你风格的一个教练, 去做一次这样的体验, 除了一对一的这种教练咨询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种coaching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那比如说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接下来下周就会发生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是由Celine跟行两位我都是非常欣赏的人生教练, 他们开发的一个22天线上生涯规划训练营, 那Celine跟行呢, 之前都上过我的播客节目, 有采访过他们, 分别在第23跟第43期,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先通过之前的采访了解一下他们, 那我是因为非常认可他们的一些理念, 以及课程内容, 所以呢, 在接下来5月23号开营的这个第三期的训练营中呢, 我会以优势教练的身份加入他们, 跟他们一起呢, 在三周的时间内, 与学员进行一些深度的教练对谈, 在这里呢, 也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课程内容吧, 然后详细的内容呢, 可以去在公众号的文章内, 点击阅读原文可以看到, 或者直接私信咨询, 我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个22天的训练影当中呢, 其实我们会从5个板块来帮助大家一起去探索, 分别是呢, 内在需求, 事业兴趣, 客观条件, 能力优势, 还有我们的性格优势, 这5个方面, 我们会通过自我探索的工具, 加上呢, 教练咨询的这个过程, 帮助大家看到一些原有的, 我们的限制性思维去挑战它, 并且打破这些思维模式, 重新设计跟选择我们接下来可以做的一些行动, 那跟单纯的一对一教练不太相同的呢, 因为这次是一个线上社群课的模式, 所以除了可以跟教练做互动之外呢, 还会与社群内的其他的同伴们一起做讨论分享, 或者说资源的互换, 并且呢, 也会有机会跟四人小组以及助教呢, 去做更深入的交流, 那这个好处呢, 就是在我们探索自己去寻找我们自己接下来的职业方向啊, 或者生活方向的过程中呢, 知道说我并不是一个人的, 我可能还有这样的一群同伴, 跟我一起在经历着类似的过程,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鼓励, 互相打气, 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呢, 如果你也有兴趣通我们的教练技术去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需求, 优势, 自己的思维模式, 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着职业选择, 比如说换工作, 想要创业, 想要开发副业等等这些人生目标的话呢, 我会非常期待能够在这个训练营的过程中呢, 来用教练技术帮助大家去看清自己的局限性思维, 去发掘自己的优势, 并且呢, 找到最适合我们优势的一些职业或者是生活方式, 因为下周三呢, 这个课程就会截止报名了, 刚好是在520那天, 所以如果听到节目后有兴趣的朋友呢, 请尽快联系我报名, 而且如果是通过节目来找到我的小伙伴呢, 我可以帮大家组队享受两人同行的优惠, 当然呢, 也非常欢迎可以带着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参加, 那今天生意日记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前idenstud 오늘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